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内容呢 指我从传统的这种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中提炼出的一些内容 牵扯到也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人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国学和传统文化中 其实有一个命题 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 究竟怎么来看待人 对我们国学来说呢 是两个方面 第一种是性本善和性本恶 这两种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牵扯到这些古代的这种思想大家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他的思想的这种基础 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这种基础 首先我们看最早的我们这个孔子 我们最为尊重的孔子 他提出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叫 性相继 习相远 这个性其实就是我们KT介绍人性和人的本性 就是人的本性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为什么人在后天他会不太一样呢 他认为是习 这个习呢 我们在国学里面给他有不同的解释 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比如说他个人的经历的环境 他学习的过程等等不同 那我们在这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就是后天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 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不太相同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表现形式上相差的很远 原因就在这 就是我们本质出生的时候都差不多 只是可以后天的原因呢 导致了我们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 我们的这种行为 我们的道德不太一样等等 那么这句话出自呢 是《论语的洋货》这本 这篇章里面 这里面有个学者呢 叫黄仁宇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 那我们万方呢 也有万门呢 也有这个相应的历史的课程 我相信的历史课呢 会提到这个人 他写的非常著名的是呢 《中国大历史》等等嘛 这样书籍 他认为呢 孔子是倾向于一种性恶论 就是人天生是坏的 是恶的 然后在后天的学习过程中呢 逐渐的向善 向善发展 但是呢 我看了这些书发现呢 就是孔子实际上并没有在他这个书里面 直接的说明 人性到底是善和恶的 而且我个人更加强价认为 孔子他是认为性是善的 或者是性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一张白纸 他所强调的是后天的习 就是后天的成长环境和道德 怎么来影响人的最终的他这种道德 他的这种性格等等 然后这一点给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 我们的管理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这种后天的这种环境和它的实践 能影响它最终的这种表现 那我们在组织中呢 就应该营造良好的好的这种习惯 我们以社会的这个大组织为例来说明 举个例子 我们以这种环境为例 你会发现呢 如果大家都在马路上吐他 你发现我吐口他 这是一个非常理所应该的事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以后呢 你发现这个人地方的人从来都不蒸垃圾 你发现你自己去蒸垃圾的时候也很难过 这就是环境呢 可以改造我们这些人 然后在企业的人里面取例 如果你在一个非常重视权利 非常重视权威的企业 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你对要非常尊重的你的领导 你每天看着领导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跳槽到了一家私有企业 你发现人们之间呢 都非常的平等 逐渐呢 你也发现 开始转变自己的这种思维 你发现人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 就是说这种后天的环境 实际上可以改造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行为 甚至我们的本身的人格 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性相近 习相远 有学者认为他是坚持性本恶 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坚持性本善的 等等都不同 但是他强调的是习 就是后天的因素 孔孟孔孟不分家 我们再介绍孟子的观念 孟子是一个典型的 比较坚持性善论的人性 人性靴的这种一个大家 那么他最典型的认为呢 就是人结有四个善端 这个善就是人本身 他是好的 是积极的 这个端呢 就是这个源头 我们常用这种善端 常用在这种佛家的语言 或者是用国学的语言 就是人的这种起点 他是好的 四个善端是什么呢 第一呢叫侧隐之心 就是人呢 有看到 比如说别人可怜 有同情 等等这样的心 这是人天生的一种心理 并不是说 每个人心都像个石头疙瘩一样 他不会为别人的这种苦难 说动容 人本身就有侧隐之心 第二呢 就是有修恶之心 比如做错了事 或者是发现自己的道德素质水平很低 他就会有一种羞恶之心 刚才讲的 如果你在大马路上吐痰 或者是丢垃圾 如果你感到非常羞耻 那说明你就有羞恶之心 那我们现在常看到的 尤其是关于一些旅游景区的报告 我个人感觉 我们国人的羞恶之心是有待提高的 常常是吃完东西 把垃圾一扔以后呢 什么都不管 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说体现的就是这种 羞恶之心之不足 第三个呢 就是辞让之心 我们往往呢 中国人讲掉这种吃亏和让 原因就在这 就是辞让之心 我们发现呢 让其实比真是一种更厉害的手段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要相互的辞让 最后呢 就是是非之心 就是人呢 要知道哪些是 哪些是非 要把这个黑白分清楚 如果你黑白不分 我相信这个做事呢 就很难做得好 那么这就是孟子所认为的 人皆有四端 就是人有这种四种心 所以呢 他是善的 并且他认为这个善端是天生的 就是我们 出生以后就有这些东西 本身就附着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之中的 不需要后天的培养 这是人天生的 这一点呢 和孔子的思想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他的 姓山桌体现在这句话里面 讲到了 由是观之 就是这如此看来 无恻意之心 非人也 如果没有这种恻意之心 是不是人 就是不是人的这种属性 所以呢 他不能称之为人 相应呢 我们刚才的 修恶之心 慈让之心 是非之心 他都认为 这都是非人的 然后呢 他又提出这几种心呢 是人皆有之的 就是说这善端是天生的 有恻意之心 人皆有之 等等 然后这四个心呢 分别对应了我们古代 传统文化思想 非常重要的四个词 恻意之心呢 它是一种 人 人者之心 那么修恶之心呢 它是一种 义 公让 公敬 千让呢 是一种理 是我们基本的一些 理术和礼貌 是非之心呢 就是辨别是分 我们为什么 能够辨别是分 是因为我们有一双 慧眼 是有智慧 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 来辨别是非 非表代表的 这四个词 就是 人 亦理智 这是我们非常出名的词 从这件内容 就是可以推断出 这个孟子 它是坚持的 性善论 这个好像和西方的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自我实现人 或者这种 社会人 是比较类似的 把人看作一种 积极的 本质上是好的 这样的一种主体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人现假设 我就不展开探讨了 比如说 荀子 他认为是 性为之分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 他本质上 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的 他有金钱的欲望 有权力的欲望 那么既然人有这些欲望 那我们怎么来利用 这些欲望呢 实际上更多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种激励 怎么激励他呢 既然他要对权力的愿望 我们就让他获得权力 获得权力以后呢 他就会有一种 积极性和主动性 既然人有对金钱的需求 我们就给他发钱 给一些物质奖励 那么也能带动他的积极性 他最主要的贡献呢 就是在这儿 就是他把人认为是有一种欲望 会有一些需要的 等等这种心 然后老子呢 他的这种思想呢 叫建苏抱仆 我们这个词呢 不好理解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反仆归真等等 因为这个童无邪 普无侠 这样的一种观点 他认为的观点呢 实际上和我刚才 我个人理解 孔子的观点比较像 人生来其实是一张白纸 是自然的 那么 他的后天成长成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和他个人的生长环境 和他的经历是有关的 这个白纸最后 写成 是不是写成一个 非常好的话 或者是写得比较肮脏 那实际上是后天的 种种的功效 这个 对我们的管理解 是一个启发的 就是说 我们创造条件 让这个 他的个人的这张纸呢 写得更好 那么就 更容易激发 他这种好的一面 庄子的观点呢 和老子类似 也是朴素自然的人 你说 他认为人天生 就是朴素和自然的 那么老庄呢 一般是不分价的 就是主要是道价的思想 我们一般认为是这样 就是 人呢 是要寻求一种道 寻求一种自然的 这种过程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韩非子 韩非子呢 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这个法呢 主要是一些规章制度 我们所知道呢 韩非子 他在治国 或者帮助一些国军 治国的时候呢 是制定了 非常严苛的法律 来进行管理 比如说砍头啊 割舌啊 等等的 那么他认为 为什么要有这些 严厉的观点呢 给他所认为的人性假设 是有关系的 他认为呢 人呢 是有一些贪欲 等等不好的方面 所以我们怎么来 就是说 发挥他的好的一面 而避害呢 就是要通过 严苛的法律 来执舰 这对我们管理的制度来说呢 就是有时候 我们的制度要严明 这是我们对管理学 和人类资源管理的 一个典型的启发 那么以上呢 我介绍了这几种 大概有六到七种 我们古代的 这种国学里面 所包含的 对人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思想呢 其实上和我们讲的 这种西方的这种观点呢 很多是不谋而合的 那么当然 我们这些人性价值 提出呢 是非常早了 大概几千年年就有了 因此呢 我认为 对人怎么看 不仅是管理学 人类资源 可能是对我们这种 整个的人生 整个的社会学科 都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就是怎么来看待人 人究竟是什么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种主体 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那么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看来 人之初是性本善 还是人之初是性本恶 那么我最早接触到 这个问题呢 是记得有一年 这个大专辩论赛 有一个决赛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 这样的问题 辩方和反方呢 都围绕这个问题 进行了阐述 我记得当时都说的很精彩 那么我就想 请大家思考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观点 那么你秉持这个观点 是什么原因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各位同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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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